各位好,我現在就在中電中樓文化館 今天就看這輛第五代的新領藍車 其實就已經坐落了在這裏大約有一年 其實呢,並不可以上去看 都是在窗門看進去,這輛車頭位置 這輛車是1989年到2023年 是復旅的,已經三十多年了 看一看,這裡有一塊牌 應該是那些第五代藍車的 說了,19服務年期 去到2021年,有120人 就捐贈,佔出其中位置一卡 這裡 這個文化館是星期一和星期四都休息 看的人就留意 現在就開始回家了 那...可以看看裡面 那...這位前面有看進去的 這位置 那一會兒就看進去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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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個標誌 那...那...就一下子 這個標誌 那...這裡有車尾位置 那...那...就...封光了 那...那...就... 那...這...電線那些 那些有封了一塊膠布 那...等就不要... 咦...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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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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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就是這裡 大家都看到天窗 也在這裡 遠一點 有些站名的在這裡 到那個站就開啟燈 這裡有些標示 小鑽鹽吸煙 罰五千,不准飲食 就罰一千 外面都可以看到 這邊就是外面的路 這裡就是 中電的中樓文化館 裡面 介紹了 家族的歷史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來看看 以前 旁邊都是屬於 中電的 建築群 近幾年發展成為 這個 住宅項目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來看看 這輛 第五代山頂纜車 但是 並不可以上去 透過玻璃 看一看 其實所謂透過玻璃 都要有 差不多的高度 才可以規探到裡面 就是這樣 都是隔著玻璃的 都是這樣 鐵路不是的 看看會不會 在這裡 看一看 看一看 就這麼多 先